好 那麼下一個注意事項是什麼呢? 答案就是圖片與介面的清晰度 好 那無論是我們在使用手機APP或者是上網的時候 我們看到圖片使用者當然會希望說 我看到的圖片以及介面是最棒 就是解析度是最好的 而不是那種模模糊糊的 因為呢 如果介面跟圖片看起來模模糊糊的話呢 其實會對使用者造成很大的反感 他說你的網頁做的真的是很不專業 為什麼連簡單的圖片都可以讓它解析度這麼的不清楚 而且呢 如果 而且像是我們如果使用手機的話呢 其實它的螢幕真的是非常的小 字就已經在那邊很小了 然後你居然連圖片也跟著模糊 這樣子呢 會對我們人類眼睛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因此呢 我們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 然後啊 應該要注意圖片以及介面的清晰度 無論是它是否可以放大或縮小的時候呢 都應該可以保持一種清新可見的狀態 這樣子呢 使用者在看的時候 眼睛也比較不會那麼的疲勞 好 那麼下一個是版型的設計 在這邊呢 版型的設計呢 我會針對智慧型手機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那麼大家都知道啊 其實智慧手機的螢幕可以說是真的不大 應該說 欸 說不大嗎 好像也不算耶 因為其實現在的手機螢幕真的是越做越大 讓我有點搞不清楚 手機它的功用不就是用來打電話的嗎 為什麼現在連簡單的螢幕都要越做越大呢 好 那那個其實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家都知道 智慧型手機的螢幕呢 就算它做的再怎麼當 也比不上我們電腦螢幕那麼的寬敞 也因此呢 UI設計師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如果你是針對智慧型手機來進行版型的設計 這個時候呢 我們設計的版型應該要盡量的簡潔化 不要太過於複雜 也就是說呢 排版要排得非常的清楚 功能要 功能 喔 說 對不起 喉嚨真的很卡 功能呢 要讓使用者一使用到你這個軟體就知道 喔 這個功能就是這樣 沒錯 就是這麼用的 這個就是這個 那個就是那個 不會讓使用者有太多的思考時間 在研究你的app 這個功能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所以呢 UI設計師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版型的設計 喔 Sorry 版型的設計呢 也是需要考慮的重點之一喔 千萬不要將版型設計的太過於複雜 這樣子呢 不但會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困擾 對 就是造成使用者使用上的困擾 千萬不要 好 就這樣子 好 讓我們繼續下一個地方 讓我們繼續講下一個重點 好 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人性化的設計了 那麼 人性化的設計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符合使用者的觀點下去進行設計啦 如果 假如說 您今天您所設計的UI介面的某個按鈕放的位置非常的奇怪 這樣子呢 會讓使用者覺得很困擾很困惑的問說 欸 奇怪 這個按鈕應該不應該是放在這裡的啊 我覺得放在這裡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因此呢 UI設計師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要盡量以使用者角度下去進行設計 這樣子呢 才能增加使用者的滿意度喔 好 剛剛講完了UI設計的注意事項 那麼接著就讓我們來聊聊 UI設計的注意要點吧 好 那UI設計的注意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選用四大的影像格式 好 那其實呢 現在市面上我們常見到的影像格式可以 喔 影像格式可以說是非常的多種 像是以下這四大影像格式 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有GRF、PNG、JPG與其BMP這三個 那麼在這四個影像格式當中呢 我會建議如果大家要設計UI的時候呢 最好是選用PNG的檔案格式 好 那麼有人知道為什麼要使用PNG的檔案格式 會比較實大嗎 有人知道檔案嗎 好 那我就直接公佈檔案好了 不要每次都玩這種小花招 好 那其實呢 使用PNG的影像格式是因為 PNG它是無損的影像格式 呃 它是無損的影像格式 它跟JPG比起來呢 是比較好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JPG的影像格式呢 它是經過非破壞壓縮過的 所以呢 如果仔細一看的話 會發現其實它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實真 影像品質會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PNG呢沒有這 呃 那PNG呢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因此呢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會建議使用PNG的影像格式喔 好 那麼第二個設計要點是什麼呢 講講講講 答案就是運用色彩的變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小小的發現呢 其實呢我們在網頁點選某個按鈕的時候呢 它的按鈕啊其實會跟著使用者所點選的進度不同 而有所變化喔 那請讓我用以下焦 噢 Sorry 請讓我用以下小小的範例來跟各位簡單的說明一下 好 這是一個圖片 是的 沒錯 這就是一個圖片 那麼它在預設的時候呢 它的顏色是長這樣子的 那當我們滑鼠點過去 就是觸碰的時候呢 它的顏色會進行一個轉變 之後呢我們在點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顏色又變得不一樣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三種狀態嗎 大家覺得如果按鈕有出現這種三種狀態的話 可以幫助使用者傳達什麼訊息呢 大家不妨又利用短短的幾秒鐘的時間來好好的思考一下喔 OK 不知道大家心中是不是已經有答案了呢 其實呢 運用色彩的變化是要告訴使用者說 欸 其實呢 我現在剛好是在觸碰的畫面 所以呢 顏色就會顯示這樣子 因為你還沒有點下去 那麼當你點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色彩又會進行另外一種變化 目的就是要告訴使用者說 欸 我們現在的進度是到哪裡了 好 再來第三個注意要點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實用容易閱讀的字型 好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的字型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多種 五花八門 那麼像是字體的最大眾 應該就是華康系列了吧 華康系列呢 它推出了很多 像是我們前面剛剛講的 什麼華康棒棒體啊 華康娃娃體啊 或者是華康竹風體等等之類 非常多種字型 但是呢 在這麼多種字型當中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的字型 我們人類閱讀的時候呢 是非常的困難的 可以說是你原本沒有閱讀障礙 但是看了這個文字之後呢 你卻變了有閱讀障礙啊 也因此呢 我們在設計UI設計 也因此呢 UI設計是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應該是要使用一些比較容易 好方便閱讀的字型 這樣子呢 使用者在閱讀的時候啊 才不會對眼睛造成太大的負擔 好 那當然呢 如果您今天所設計的UI介面呢 是針對智慧型手機 而或者是平板電腦的話呢 那麼 字型的選用可以說是更重要了 因為呢 智慧型手機 以及平板電腦呢 他們的螢幕不像電腦 螢幕這麼的大 我必須強調很多次 手機跟平板電腦 他們螢幕並沒有PC電腦的螢幕那麼的大 因此呢 我們在設計UI的時候呢 選用字體應該要更加的注意才對 因... sorry 剛剛稍微停了一下 因此呢 我們在設計UI介面的時候啊 選用字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喔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喜歡 而選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字體 這樣子呢 會造成使用者在閱讀上的困擾 好 第四點是什麼呢 第四點就是使用圓角化的效果呢 那其實呢 圓角化的效果呢 我們通常都會針對按鈕的選項來進行一個設計 我們如果常常上網的話 或者是你常常使用Apple來玩遊戲的話 我們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的按鈕呢 都是經過圓角化的處理 那至於為什麼會使用圓角化的效果呢 那是因為這樣子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 才會覺得比較柔和 比較沒有那種壓迫感 好 那麼最後一個要點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使用者介面的測試 測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千萬別忽略了 那其實呢 測試它在很多地方呢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舉例來說 像是系統的bug 我們就需要經由測試來 一一的把錯誤的地方抓出來 那麼相對的使用者介面也是一樣的 當設計師設好您的UI介面之後呢 應該要進行使用者介面的測試 來讓使用者試用看看說 我們這個介面是不是有哪裡覺得不合理 或者哪裡的介面覺得怪怪的需要做更改 好 那麼本章節呢 本章節呢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的聆聽 咱們下回再見 掰掰 OK 歡迎各位來到數位影音課程開發及共享計畫的使用 本課程 命名為使用者介面設計與設廠學 我是本課程的研究助理 鄭偉安 嗨 大家好 好 很快的來到我們第二單元的部分 那麼在第二單元呢 我會來跟大家聊聊行動裝置UI的基礎概念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嗎 如果準備好的話 現在立刻就開始我們第二單元的課程吧 Let's go 好 那在課程正式開始之前呢 請容許我來介紹一下本章節的學習目標 好 那本章節的學習目標呢 有以下這三點 分別是 第一點 了解何謂行動裝置UI 第二點 了解行動裝置的尺寸大小 第三點 了解行動裝置UI的設計原則 何謂行動裝置UI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在第一單元導讀單元的時候呢 我有請各位如果您身邊有智慧型手機的話呢 不妨可以打開來看看裡面的介面 也許您就對UI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 那麼話題再拉回來主軸 現在呢 我有一個問題要來問問大家 在第一單元的時候呢 我有告訴大家UI的全名 那不知道有人是不是還記得UI的全名是什麼呢 請各位利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好好回憶一下啊 OK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想起來了呢 UI呢 其實就是Uter Interface的簡稱喔 不知道大家腦中的記憶是不是已經甩起來了 不知道大家腦中的記憶是不是已經甩起來了 要記住喔 UI就是Uter Interface的簡稱喔 好 那麼在前面已經說了 那麼多有關於UI的介紹 現在應該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那就是 誒 UI到底要如何來定義呢 好 那其實呢 要定義UI呢 我們可以把它歸類為以下這三點 分別是人機互動 邏輯操作 以及介面美觀 好 那麼現在呢 不妨請大家利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來好好想想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請問 到底要如何來分別它是 喔 sorry 請問呢 到底要如何來定義 所謂的人機互動操作邏輯 以及介面美觀呢 請不妨大家好好地想一想 為什麼UI跟這三個有關係呢 請大家利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來進行一個小小的思考 好 OK 那麼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已經有思考出答案來了呢 好 那麼現在呢 就讓我來跟各位聊聊什麼叫做 人機互動操作邏輯以及介面美觀吧 其實呢 所謂的人機互動 就如同它介面上的意思 人要跟機器來做一個互動 當我們人呢 給某項機器下載某一個指令的時候呢 他呢就會回應相對的答案給我們的使用者 那麼 什麼是具有邏輯操作呢 邏輯操作呢 相信大家現在手邊應該都有在玩一些小小的遊戲呀 無論是手遊或者是線上遊戲 或者是PSP NDS的遊戲都好 那其實呢 使用者除了 我後面會提到他除了會注重畫面的好不好看之外呢 他們還會非常的注重這個東西到底合不合 操作的邏輯 那什麼到底是什麼叫做操作的邏輯呢 簡單來講就是 使用者在操作某項東西的時候 他會覺得 欸 這個東西好像用得很不上手 會讓使用者覺得說 欸 這個東西操作應該不是這樣子來使用的吧 因為如果這樣子使用的話呢 反而會增加使用者的負擔 那這個時候呢 有人就會發表一些感想 就說 欸 我覺得某某遊戲呀 那某個按鈕應該是要設置在這邊 使用者呢 可能就會比較好操作 應該要符合我們人類一種操作的習慣 好 那麼再來是界面美觀的部分 前面呢 在第一單元我有提到說 其實呢 我們人類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貪婪的 只要是人呢 都喜歡看一些美美的事物 也因此呢 界面美觀在設 因此呢 界面美觀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當使用者看到美美的界面的時候呢 心情自然而然也就會跟著好起來喔 好 已經跟各位聊完了 什麼是人機互動操作邏輯以及界面美觀 那麼現在想問問大家 腦中是不是已經浮出哪個畫面了呢 喔 什麼 你問我到底是什麼畫面啊 嗯 腦中的畫面我都已經在標題上打得很清楚了啊 怎麼 大家還沒有想到嗎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請容許我來公佈我腦中所浮現的畫面吧 相信這三個畫面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City 沒錯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手機裡面 常常看到的一些介面喔 其實呢 在前面呢 已經告訴大家很多次了 如果想知道UI是什麼的話呢 不妨可以拿來 喔 Sorry 如果想知道UI是什麼的話呢 不妨可以打開自己的行動裝置 也就是智慧手機來看一看 那麼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還記得前面第一章的導讀內容呢 為什麼UI會在蓬勃發展起來呢 大家知道答案嗎 請大家先思考個三秒鐘喔 3 2 1 喔 有人知道答案 請問答案是什麼呢 喔喔喔喔 是的是的 沒錯沒錯 答案就是 UI為什麼會在度的蓬勃起來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行動裝置蓬勃發展的關係啦 好 那麼以下這三張圖片呢 我前面有提到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左邊的第一張呢 這一張這一張 這一張呢 是手機現在真的很方便 也可以讓我們看看當天的天氣氣象啊 或者是一周的天氣預報 你看像10月6號呢 溫度是30到24 喔 說錯了是 像10月6號呢 最低溫度是24 最高溫度呢 可能會來到30 那麼 當天呢 可能還會有下雨的機率 因此呢 出門的時候要記得袋子來 不然會很淒慘 凌晨落湯機 好 那麼再來是中間這一張圖片 那麼中間這張圖片呢 呃 其實就是我本人的手機 待機畫面啊 因為我本人非常的喜歡 呃 這個算是打廣告嗎 反正就是日本一個很有名的動畫 那我本身呢 很喜歡裡面的 某個 呃 用日文講的話叫做 Miauko先生 我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就找了他的圖片 將他設定為我手機的待機畫面 那麼 不知道各位的手機待機畫面是什麼呢 有些人呢 喜歡放 喔 sorry 有些人呢 喜歡放自己的自拍照 有些人呢 喜歡看一些風景照 那有些人呢 覺得換桌面非常的麻煩 我就直接用手機預設的畫面就好了 那麼 不知道各位喜歡哪一種風格的手機待機畫面呢 接著是最後一張的手機播放程式 呃 這個也是從我手機上面截圖下來的 因為我本人呢 比較沒有習慣用太多App的習慣 所以呢 我就直接用手機原本裡面內建的播放程式 那麼 其實手機的音樂播放程式呢 跟我們在PC電腦上使用的幾乎是大同小異啦 有播放 有暫停 有下一首 有上一首的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看他的 那個叫什麼 音頻的頻率嘛 我們也可以進行一個設定 就像畫面中所看到的這些橫條一樣 他會依據音樂的段落 然後有著高T的起伏 好 那講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對UI有的最基本的概念 以及他的定義了呢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現在我們就要進行下一頁的講解囉 OK 先 喔 sorry OK 接著呢 要來跟大家聊聊行動裝置UI可以應用的範圍 請問有人知道答案嗎 喔 我還沒說321就已經有人舉手了 好吧 請問答案是什麼呢 喔 嗯 沒錯沒錯 答案就是 智慧型手機 那麼 除了智慧手機以外呢 還有什麼答案呢 請大家再思考一下喔 我待會會問問大家喔 好 因為這個問題非常的簡單 所以不要讓大家有太多時間的思考 請問有人知道答案是什麼嗎 喔 又是你 好 那你再跟我說答案是什麼吧 嗯 沒錯沒錯 答案就是 比智慧型手機還要搭上 那麼一點點的平板電腦呢 喔 那在這邊做一個小巧插曲 這兩張圖片呢 都是我自己畫的 如果大家覺得哪裡怪怪的話呢 請大家多多包涵啊 好 那麼在這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想請大家來共同思考看看 想想看 嗯 如果年紀稍大一點的人呢 應該都知道其實早期是沒有所謂的智慧型手機的 應該是在七八年前吧 那個時候呢 其實智慧型手機還沒有普及 可以說是 嗯 應該是還沒有普及 因為記憶有點遙遠了 我現在也回想不太起來 反正就是大概在七八年前呢 智慧型手機還沒有普及 那個時候的手機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單純 就只是打打電話 發發簡訊 收收簡訊 或者是玩玩一些簡單的小遊戲 那麼到現在 時間已經2015年了 那麼因為智慧型手機現在可以說是密度 應該可以說是非常的飽和吧 而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呢 真的是非常的多 除了手機原本該有的功能 打電話 發簡訊 收簡訊以外呢 現在的手機還可以上網 收信件 玩玩現在時下很流行的手遊 那麼其實呢 我在這邊是想要問問大家說 欸 你們覺得手機的螢幕真的是越做越大 會比較好嗎 就我個人而言呢 我是覺得有好有壞啦 壞處 我先講壞處好了 壞處就是因為現在手機真的做得很大 那我就會覺得 欸 我手機到底要放哪裡 放口袋嗎 感覺好像又很容易被人家偷走欸 那麼 好處的話呢 就我個人而言的好處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路癡 萬一我出去玩的時候可能會遇到迷路的情況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開啟手機地圖 來找找我現在的位置 然後看看地圖給我指示 我應該要如何走才可以回到我原來所熟悉的位置 那當我在開地圖的時候呢 我就會希望手機的螢幕可以大一點 因為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說 欸 喔 原來我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我不用把手機靠得很近的在那邊看 而或者是使用手機放大的縮小的功能 好 那麼想問問大家就是說 欸 請問大家覺得 手機的螢幕真的是越做越大會比較好嗎 還是說呢 就保持現在原有的狀況就好了 請不要再做大了 不知道大家心中的答案是什麼呢 OK 接著讓我們來聊聊行動裝置的尺寸吧 在前面呢 我有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 欸 行動裝置真的是 越做越大會比較好嗎 就我個人而言呢 我是覺得有好有壞好壞個一半啦 好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的智慧型手機螢幕越做越大 也許從早期的3.5吋到現在的4.7吋 甚至是更大的5.5吋 反正零力口口的尺寸一大堆啦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呢 只要尺寸越大呢 就代表它的顯示螢幕越大 那麼這個尺寸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好 那麼現在呢請容許我用 Apple iPhone 6來向大家做一個小小的解說吧 好 這個是Apple iPhone 6的圖片 那麼尺寸到底要怎麼來判定呢 講講講講講講 答案非常的簡單喔 只要我們看著螢幕的斜對角 其實呢螢幕說錯了 其實呢智慧型手機它的螢幕尺寸呢 一律都是以斜對角來做為計算的 而斜對角所顯示的範圍呢 就是我們螢幕就是我們看到的畫面的範圍啦 那麼Apple iPhone 6它是4.7吋 也就是斜對角呢有4.7吋這麼的大 好 那麼在這邊呢 我要來考考大家一個小小的問題喔 請問1吋等於幾公分呢 請大家趕快拜拜Google大神 而或者是翻翻數學課本來找找答案吧 那麼請大家先 先留一點時間讓大家來尋找一下答案 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找到答案了呢 請問1吋等於幾公分呢 3 2 喔 你非常的快 好 請告訴我答案是多少 嗯嗯嗯 沒錯沒錯 答案就是2.54公分 記住喔 1吋等於2.54公分 所有的智慧型手機還有平板電腦都是這麼算的喔 就連蛋糕的尺寸也不例外喔 好 前面呢 我們已經聊完了行動裝置的尺寸大小 接著呢 要來聊什麼呢 接著呢 我們就來聊聊手機的顯示解析度吧 那這邊呢 我有一個小小的疑惑想問問大家 請問手機的解析度到底要怎麼看啊 我翻了我的手機翻了好久 我就是找不到要如何來判定我使用的手機的解析度 除非呢 我上網拜拜Google大神他就會給我答案了 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手機螢幕的解析度呢 到底要從手機的哪個功能下去查詢啊 請大家幫我解解疑惑吧 喔 關於我剛剛提出的小小問題呢 我趁著剛剛偷偷拜了一下Google那聲 他呢給我的一個解答 如何知道這... 欸 我好像翻錯頁數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喔 先讓我滾到下一頁一下 好 那我剛剛有拜過Google大神 請問要如何來看自己手機的螢幕解析度呢 我得到的答案是說 你可以進入到手機裡面的設定去查詢 那不知道每台手機是不是都是這樣子的 待會呢我再來偷偷試用一下吧 好 那麼手機的螢幕解析度呢 呃 這是一台手機 畫的不是很好看 看起來醜醜的 因為是我本人畫的 那麼手機呢會有水平跟垂直 那假設今天這台手機呢 它的水平線呢有600 那麼它的垂直呢有800 那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知道 那600跟800的意義是代表什麼嗎 有人知道嗎 3 2 1 唉呦 有人舉手了 來 請你來說說答案嗎 嗯嗯 沒錯沒錯 600跟800的意思呢 是代表這台手機上面的螢幕解析呢 有600乘以800 這麼多個點喔 那麼當點的密度越高的時候呢 手機的介面呢看起來就會比較精緻喔